我們回來的好朋友 更是歪好麻吉 旅外棒球好手張育成 一年一度的慈善公益拍賣會 邁入第三年 是採用線上直播的方式進行 讓所有球迷都有機會 一起參與競標來做愛心 這要拍賣的可都是他親自穿過 使用過的球衣跟球具 都非常具有紀念意義 難道育成本人都不會捨不得嗎 其實還是會啦 不捨不 因為是我女兒那一隻 剛出生那一隻 4月20號打全球 急速全球打那一隻 那還有其實 經典 還有那個我受傷剛回來的那一隻 全球打球棒 對 然後 還有一些什麼經典賽的一些球衣啊 然後球棒啊 對 就是因為有他們的鼓勵 才會有現在 現在我的表現這樣子 對啊 因為他們的Push 我才有很好的很好的表現 那這時候就是換我回饋這個世界 這個這個台灣這樣子 對啊 所以感謝 最後感謝 秉持著回饋的精神把珍貴的球具用於工藝拍賣 本次張育成實戰球具工藝拍賣會所得 在扣除必要成本後 將捐贈給多個工藝團體以及學校 包括家福接機會 慕風關懷協會 臺東縣太原國中等 而最後所有球具的拍賣 總金額是高達兩百六十五萬四千五百元 寫下歷年最高紀錄 也讓育成本人相當感動 不管數字是怎樣 然後就很感謝願意出錢的粉絲 或者是大財團之類的 像什麼基金會什麼的 就很感謝他們願意 用他們的義分力 然後出這些錢 然後幫助這些該幫助的小孩 或大人 就是很感謝他們能夠願意 這樣子跟我一起共襄證據 感謝所有為了工藝熱心 參與拍賣的每一份子 張育成也表示 未來這個拍賣活動會持續進行 他也會努力達出更好的成績 來創造更多更有紀念意義的 球聚來讓大家競標 至於很多球迷也很關心的未來動向嗎 當然是有好消息 就會盡快跟大家分享囉 我還推太次放報道 線上購物獨特一點 找好東西就上CTSocial